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家是春节的载体 春节是家的表达 回家团圆是中国人的心灵寄托和情感诉求 是对家国故土的深深眷恋 而回家团圆也是我们历年春晚不变的处题 但是实际上就像我们刚刚连线当中看到的 打造这份春晚团圆的工作人员 他们自己却很难完成这个梦想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春晚幕后 体会春晚回家过大年背后的感动 在一号演播厅的走廊上 这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姑娘小伙 正在进行上场前的排练 他们是来自吉林歌舞团的伴舞演员 别看演员们年龄不大 但其实不少都是春晚的老人了 我是从2010年 然后到今年19年 10年 今年第10年 我是从2012年到现在 一共18年 我觉得全中国的人民都看着我们 尤其家里人 感觉特别自豪 发自内心的说 我真特别喜欢这个舞台 我们可能是一个绿叶 但是我觉得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已经10次参加春晚演出的 黄涛在排练剑戏 总爱拿出手机来翻一翻 这里面满满的都是春晚的回忆 不光保存着多年来 他和春晚明星的合照 更重要的是他几年前 在春晚现场的求婚视频 而同事半无演员的妻子 由于要照顾刚出生的女儿 只能遗憾缺席了今年的春晚 我们两个就从大学毕业 然后进了团工作了 从工作开始一直在春晚的现场 然后一直在经历春晚的这些故事 每年其实春晚还是比较辛苦的 我们其实背后富足很多 我们还是长大的时候 说起这个事 我想让他也为我们两个感到幸福感动 春晚见证了演员的辛苦与幸福 让黄涛和同事半无演员的女友成了家 而对已经13年参加春晚的演员 敖斯日特来说 春晚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今年春晚 吉林歌舞团参加了包括戏曲在内的五个节目 为了达到最佳的演出效果 敖斯日特专门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带着队员们一遍遍的练习 我参加春晚13年了 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然后首先我可以带头 有什么比如说新来的演员 他们不会啊 我可以去亲自示范去教他们 然后我们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有这个责任 把他们教好 从05年开始 第一年带着一个特别惊喜的心情 来参加春晚 到现在第13年 所以说春晚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家 感恩